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天出席活动发行动证件,提出四项客家政策,包含神耕课与教学,打造三英人文艺术狼道,打造具客家特色的揭阔商圈,鼓励后生青年参与,但遭外界质疑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珍昌日前所提内容相似。 苏今天下午到台北录制节目后首访指出,侯阵营连队发票的长辈图也模仿他的针对侯友宜早上提出客家四点政策被外界认为与苏的版本很雷同,苏表示,不止客家政策他很早就发表,他的四点与侯的四点也几乎一模一样,连今天早上他的LINE官方账号发出对中奖发票号码的长辈图, 没想到侯阵营午后发表的长辈图也是九成以上相似。 苏珍昌说,他一直被侯模仿,但从未被超越,可以让所有市民判断,是要选真的有创意,不断超越的人,还是选一个一直模仿跟在后面的。 媒体也追问苏,怎么看侯友宜要找蓝莹立伟担任发言人,而苏七月公布的发言人团队早就有民进党立伟,选战策略很相似一事。 苏珍昌说,这个也是模仿,他的团队很早就找新北地方的立伟,议员,年轻幕僚来发声,没想到侯也找了立伟,我们觉得还是模仿。 他觉得自己的团队一直有创意,超炫,这样的团队进入新北市府也将带给市政创意,有趣及活力。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对此表示,他在六月份客家后援会成立的时候,就针对今天要发表的客家证件,跟所有的客家相亲来做一个报告, 今天只不过正是行诸于文字,来跟客家的一些打老门再度做说明,至于采用立伟当发言人也被批模仿。 侯友宜表示,中央很多政策涉及到新北市,还有一些中央的议题上,很希望在立伟能够对给他支援,目前团队中没有立伟,所以必须麻烦曾明宗跟柯志恩扮演这样的角色。 两位分别是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一个是执行的副书记长,两位其实跟我们选办多少有一些渊源,最主要还是针对中央的议题上,能够来支援新北市,希望把新北市的建设做得更好。 苏贞昌今天接受YardhooTV节目市长进行视装访,艺人郭自贤还扮演苏贞昌,单纲点火球二号,让现场气氛变得逗趣轻松。 苏事后接受媒体联访还表示,他每次看到郭自贤都很高兴,让他觉得我,原来我还这么可爱。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又,今天接受YardhooTV节目市长进行视装访,艺人郭自贤还扮演苏贞昌,单纲点火球二号。 记者翁浩然摄影。 分享